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落于石刹海西南角的这座公王府 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清代王府 它始建于清朝的顶盛时期 不仅在悬址上占据着风水宝地 在营建设计上亦花费了不少心思 那么这座经历过王公贵族 见证过清王朝兴衰的王府宅地 都有着哪些别具匠心的独特设计 中国古代官式建筑 又有着怎样一套设计流程 在公王府高深的院墙内 还在无声诉说着 哪些年身日久的传说与故事呢 华中科技大学李淳老师 做客白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中国古建筑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 今天播出系列节目 如国古建筑会说话 第一季 第十季 别出心裁 上一集我们讲了 和珅在乾隆41年得到这块地 然后开始策划营造自己的宅地了 但是呢 当时和珅已经是侍郎 是朝廷的官员 由于清代有这种制度管理 所以作为一个官员 他的宅地 不能够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经营的 那么我们下面就先说一说 那个时候 像公王府这样一座宅地 它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明清时期 民宅的话呢 它的过程很简单 主人得到一块土地 找来一个工匠的班子 这个队伍里头呢 有一个掌墨大师傅 他是主管总体技术安排的 听取主人的要求 根据现场的条件 他会把这个建造任务 分给不同工组 最后完成一个宅子 交给主人 这个中间呢 可能连图纸都不需要的 他很多东西都记在自己脑子里头 这个传统的工匠 但是作为一个官员的宅地呢 他有一套管理制度 当时呢 掌管建筑设计的 其实有两个机构 其中一个 就是后来和声主管的那个内务府 内务府自己 有一个营造建筑的机构 但是他们管理的是皇家建筑 因为内务府呢 管的就是皇家的事物 另外一个建筑主管机构呢 是工部 工部管理的是国家的建设项目 这不完全是一回事 那么和声的官邸 它属于国家 享受的国家待遇 就由工部的银扇司来管理 因此呢 当时的官员的宅地 在建造以前呢 他在银扇司都有一套图纸 用来审核 报批 备案 当然了 和声这个宅地 当年的这一套图纸 我们现在找不到了 但是呢 非常幸运的是 我们在工部银扇司档案里 最终找到了一张 其他官邸的备案图纸 那么这个图纸呢 可能是当年乾隆时期啊 工部银扇司流存的建筑备案图纸里头 可能是现存唯一一张了 我们现在看这个图纸 这个宅子的等级比公王府 当然要低得多 可能是当时宅经五坪 以下的官员的一个宅地 也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 带一个跨院 它这个跨院呢 是服务性的 包括里头有 比方说马厩啊 有这个储藏啊 或者是下人的住房啊 就是在东侧的这一榴 主轴线在西侧 它的大门呢 就没有在中轴线上开 因为它的等级不够 这个主人啊 他不像和声或者公王 可以在轴线上开一个门 它的这个外头的导座门呢 就开在它的东南角上 一个小门进去 进去以后 往左拐一点 中轴线上有个大方块 这个位置呢 是它的垂花门 也就是它的正门了 跨过这个垂花门以后呢 是它的内院 然后正堂 正堂三间 两边各带两间耳房 实际上等于五间了 这是一个变通措施 因为我们这个等级规定 严格导致绝大部分人的 正堂只能做三间 但是三间正堂的面积 其实是很小的 不够用 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在东西两侧 再给各加一两间 但是这两间往后退一点 不在正面显现出来 所以实际上隐藏了四间 这加起来应该是七间了 有四间隐藏在后面 这个就合理合法了 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我们多数四合院的正房呢 它是带耳房的 有这么个情况 那么它也有一个后花园 也有一个后花园 它是个后花园 因为它不涉及朝廷的等级规定 所以呢 公布的这个图纸里头 就没有给它做具体 那是主人自己的事情 我们看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第一啊 它中间有一个这个 像一朵花一样的一个 放射线组成的一个图案 这个图案呢 是标定这个建筑朝向方位的 我们现在的建筑设计图案 也有这个东西的 是一个指北针 然后旁边呢 有一些折线表示的一些东西 合起来叫风玫瑰 这个图案表示 这个地方每年 什么方向的风 常年主导风向在哪里 每个方向上 这个风是怎么吹的吧 它这个呢 表示的就是朝向和一些 风水上的讲究 比方指五正中间的那条垂直线 上面是指 下面是五 这就是指五线了 就是正南北的方向 然后尤其强调的是 偏西北到偏东南的一条线 它专门标注了 这条线是太岁方 不可动土 这是过去人的迷信 那么当时的一个建筑的设计图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想 这个好简单 我们现在的建筑设计图一大堆 好多细节 其实那个年代也有的 那就是一些特殊的饰样 我们现在还留下一些 像样式雷做的一些细部的 包括公王府 公亲王装饰改造这个公王府的时候 留下来的一些小的图样 还有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那些不一定需要 不一定用得早 为什么呢 我们国家传统的这个建筑 尤其是居住建筑 从宋代以后 基本上标准化 北宋时期 我国古代官式建筑 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营造记忆日益成熟 建造方式也逐渐向系统化和模式化发展 明清时期 承袭了宋朝的营造法传统 并且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营建规制 然而不论是帝王将相的府邸 还是平民百姓的宅院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建筑的材料 皆以土木为主 那么土木材料的建筑 都有哪些特点 公王府独特的屋价结构 又透露出了中国古人 怎样的思维智慧呢 那么我们现在 判断一个建筑等级高低 是不是豪华 是不是精致 首先我们很容易就是从 用什么材料开始来判断 文学作品里头 对这个建筑的描述 尤其是那些豪华的宫殿建筑的描述 经常是金碧辉煌 刁蓝玉器 用的这些词汇 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标准 去看公王府呢 可能就会有点失望了 你会发现公王府所用的材料 基本上呢 是以砖瓦木材为主 石材也有的 而且也不是什么刁蓝玉器 也就是一般的石头嘛 其实我们古代的这个建筑 中国传统建筑 主要材料还真就是这些东西 如果说公王府和普通民居有区别 区别就在于什么呢 门 红漆 金钉 绿瓦 这些色彩 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今天看来 这些材料啊 也谈不上有多么了不起 看上去是很显眼了 对吧 但是从本质来讲 它就是油漆啊 流利啊 并不是很贵重的东西 实际上关于中国建筑的这个用材 也是一个大家经常争论的问题 都知道欧洲人的建筑 用了很好很多大量的石料 雕刻的非常精美 建筑非常高大宏伟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几千年 那个房屋呢 就是显得那么土气 土木材料 这是一个长期有人争论的问题 其实我们过去啊 一直把建筑叫做土木工程 而且所用的材料呢 那个土还真的就是土过 在唐代以前 我们那个墙就是用土夯住起来的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 这个其实材料的选择呢 有两个原因啊 我们中国人选择土木 作为主要建筑材料 两个原因 第一 自然环境决定了 我们这个地方的气候特点 是与热同济 那么这就带来两个问题 第一 我们的建筑必须开场通风 否则对健康不利 那么石头做建筑 好不好呢 当然有它的好处了 但是石头有一个最大的壁关 它很重 我们用石头做建筑的时候 由于它整体的重量 导致它的墙壁 必须做得很厚 而且这个墙壁上 不能开很大的窗户 窗户开多了以后 这个墙壁松散了 很容易塌下来 那么就导致整个建筑 很封闭 里面很闷 我们看欧洲很多古堡 古城堡 就是这样的 里面大白天点火把 看不见 这种建筑如果到中国 如果连续40天的高温 麻烦大了 那里头就待不住了 第二个 石头在这个气候条件下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经过一个冬天以后 它会变得非常的凉 而且很难被加热 就自然条件下 你靠空气把一大块石头 从里到外 全部弄热了 这个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它相对于空气来说 它是凉的 这个情况尤其在春天 气候转暖的时候 就会出问题 热空气含水量特别高 碰到这个冰凉的石头 就会临结水珠 这个又是它的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们想 我们的古人 如果在长江黄河流域 当年那么闷热的时候 建欧洲那样的城堡 住在里头 会是什么样子 行不通吗 这是自然条件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呢 这是人文条件不同 欧洲人 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建 石头的建筑呢 欧洲宗教文化 几千年一直坚持宗教文化 宗教文化 它会把大量的精力 投入到对神的侍奉当中 所以欧洲的主要的建筑 代表性建筑 我们耳闻目睹的那些 有名的欧洲建筑 大家回想一下 是不是大部分 是和神有关系的 宗教建筑 这个神 他无所谓 你用什么材料的 对不对 神没感觉 但是神有他的要求 神是永恒的 伟大的 什么材料能够达到 永恒和伟大的 石头 木头既不永恒 也很难把它做得很伟大 它很轻很薄 那么 这个就导致 欧洲人观念中间 最好的建筑 一定是石头的 贵族住在石头的城堡里头 但是贵族不是神 他还是人 他也觉得不舒服的 石头是不舒服的 所以在欧洲发生这个情况 到了王权时代 也就是宗教文化开始退热 世俗文化开始兴起了 尤其是法国宫廷文化兴起以后 就出现一个建筑流派 一个风格 主要是指建筑内装饰的 内部的 叫洛可可 洛可可建筑的内装修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用木材铺地板 用木材做护墙板 也就是说把人能够接触到的地方 全铺上木头 他们也知道木头舒服 所以我们的祖先要选择上 坚持土和木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建筑始终是围绕 人的生活来的 我们是世俗文化 就这么简单 土木材料看上去并不豪华 没有什么 但是并不等于我们用土木材料 就不能够讲究 不能够做的精致 什么精致呢 比方说我们的砖 我们去看工 你看到那个大门 两侧那个砖 它就是土做的 但是非常精美 我们到明清两代 两朝的时候 出现了一种工艺 叫砖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那个砖活 做成金价工 很细致 叫砖细 首先要求这个砖 没有杂质 没有颗粒 做得非常匀近 然后我们用木工的工艺 用刀雕刻 用刨去刨它 用砂磨石去打磨 可以把那个砖做得非常精致 非常精准 尺寸做得非常准确 所以我们在北方四合院 包括公王府这个墙 门口两侧的墙壁 经常使用的这个工艺 就叫磨砖对缝 这个砖的缝 完全严实合缝 很薄薄到 只有零点几个毫米 那么你闭着眼睛用手摸 往往你找不到砖缝在什么地方 而且这个砖表面 非常平滑 我们摸它的时候 像摸一块布 非常舒适 和我们的皮肤很亲近 感觉 这个不能说 它不讲究不奢华 所以我们发现 中国传统建筑的这种 精致 精美 奢华 它是隐性的 它并不是你一眼就能看得清楚的 这种对生活的精致 舒适 健康 这种追求 和它所达到的水平 只有在中国这种人文背景下 才能够产生 那么我们建筑上也用木材 木材甚至于是最主要的结构 因为我们建筑的框架是用木材做的 那么早年间 明代以前 实际上我们建筑用的木材 很讲究的 但是这些木材 很多来自南方 比如我们说厄旁宫 蜀三五五 厄旁出 它从四川运木头去 那个时候主要的木材是南木 但是到清代以后 清满族由东北过来 所以他们就知道 东北那边的大型木材很多 主要是松木 黄松 所以到清代以后 逐渐在北方 松木开始普遍用在建筑上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 谈和和珊的时候 它的二十条罪状里头有一条 就是四川运木 所以我们社会上有时候有些传闻 就是说你看公王府 和珊的宅子 它那个建筑都是金石栏木做的 那一个金石栏木你算 一根柱子 现在几百万 那它那么多根柱子 我的天啊 实际上和珊那个年代 它再有钱 它也买不到那么多的栏木了 所以它的栏木 仅仅用在很精致的内装修 可以摸可以把玩的那些地方 这种梁架柱子 它是舍不得用楠木的 那么公王府 它的建筑材料呢 结构部分用的也是一般的木材 采用的结构方式呢 也是我们传统常见的一种方式 叫台梁 或者叫碟梁式 那么这个结构很有意思 我们现在都知道啊 最稳定的结构呢 是三角形 这也是我们现在 争论比较多的 在建筑圈子里头 关于这个结构形式 争论比较多的 为什么我们传统建筑 非要用一个平行四边形 明明这就是一个三角形嘛 为什么要把它分解成平行四边形呢 平行四边形不是不稳定吗 这个里头反映出来的 恰恰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 视为方式 因为这个三角形呢 它确实很稳定了 但是它在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啊 它只会有两个结果 第一 文字不动 第二 崩溃解体 它没有中间状态的 但是我们这个平行四边形呢 它允许有适度的变形 那通过这个变形呢 它可以消化 吸收掉一部分的外力 来保全自己 不会彻底崩溃 这个思路 相当于是什么呢 太极拳的思路嘛 道家的思路嘛 对吧 是化解对方的力量 而不是硬扛 这有人做过试验 把这个 太核电的木构架结构呢 说小到十分之一 放在一个整栋平台上去测试 看这个物价到底能够抗多大的地震 测试的结果呢 9.2级 也就是说到9.2级之后 它才发生 不可逆转的变形和位移 这次反映出来的是 中国人特有的智慧 看似简单 岳崖河绕宅如龙盘 西山远望如虎具 这座占据着京城绝佳位置的府邸 显示了和珅全清一时的地位和荣誉 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居住建筑的典范 更是中国园林建筑的典范 位于府邸后半部分的花园 名为翠锦园 咸水环山 秀丽幽深 其间景致 浑然天成 而这园中最为出名的 莫过于那块被民间称为天下第一福的福字碑 那么这块石碑究竟出自何人之手 为什么公王府中随处可见与福有关的形象呢 那么公王府呢 它的装修 装饰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福主题 以福为主题 那么公王府里头为什么强调福这个主题 我们过去啊 宅院里面 装饰主题 装饰主题常见的呢 有很多 而且我们喜欢用这么一种方式来表达 就是用某些形象的谐音来表达一种寓意 比方说啊 我们用玉兰 海棠 牡丹 三种花卉雕刻在一起 这叫玉堂富贵 我们用瓶子 鞍唇刻在一起 这叫平平安安 但是公王府里头 其他的符号都不多 唯独符的符号多 用什么表达 蝙蝠 我们民宅里头也能看到很多 蝙蝠 梅花鹿 一个大寿陶 表示福鹿寿 但是公王府里头就是福 蝙蝠 那么这种情况呢 可能也是他主人觉得 哎呀我什么都有了 就怕没福消瘦了 所以我就强调个福字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那据说公王府里头呢 到处都有福的这个符号 有一万个 究竟有多少个我没数 但是很多 而且呢表达方式还不一样 有的是文字 有的是具象的图案 有的是抽象的图案 有的出现在砖雕上面 墙壁上 有的出现在窗花栏杆上面 有的呢出现在唐屋里头的蹄字上面 确实很多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符啊 就是具象的蝙蝠 具象的蝙蝠不好看 蝙蝠长得不好看 公王府啊 不仅仅是装饰上头用了蝙蝠图案 而且 甚至于连建筑水面的形状也模拟蝙蝠图案 可能到现场近距离反而看不到 从空中去看的时候会发现 比方说它有一个厅堂建筑很大的叫浮厅 总体上看上去呢 就像一个抽象的蝙蝠的图案 它的水面啊 形成的那个大图案 也有点那个意思 所以在公王府里头呢 确实它的这个装饰的主题非常突出 就是符 我就要完美 完满 不要缺憾 就这么个意思 那么公王府里头 最有名的这个符字 出现在什么呢 出现在他后花园的一个山洞里头 这个字呢 是康熙皇帝的笔记 过去清代皇帝 有些皇帝很喜欢给人踢字的 你像前皇帝啊 过年的时候写几个福字送给大臣 他喜欢到处踢 别人要不要他都给 康熙皇帝呢 字写得很好 但是留下来的作品不多 题字不多 并不是他留下来的字不多啊 他匹列的咒字的上头字很多的 就是题的这种匾额上的字 很少 据说就三个 故宫交代殿上 无极两个字 第三个就是这个公王府的 山洞里头这个符字 传说呢 这个符字的来历是这样的 孝庄皇太后 有一次呢 旧病复发 医药不太见效 康熙皇帝很着急了 这个时候呢 叫苏玛拉姑的一位侍领 就跟康熙皇帝建议 说这个医药不如祈福啊 要不要为这个皇太后祈福 于是乎康熙皇帝就写了这么一个符字 盖上玉玺 送到 孝庄皇太后身边 诶 巧了 那么太后的病也逐渐的痊愈了 于是就把这个字 刻在一块石头上留下来 永久保存了 但是这个字怎么出现在公王府的后画园呢 怎么又被封存在这个山洞里面 这个过程没人知道 当然这也就给我们后人各种各样的联想 提供了空间了 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装饰呢 总体上来说 是比较节制的 大家听到这个话可能会有疑问 我们传统建筑不是很复杂 很多细节 挺琐碎的吗 怎么还说装饰很节制呢 真是这样 为什么说它节制呢 我们看到的那些装饰性很强的那些部分 其实呢 它都是有用的 什么意思 我们看上去好看的那些碗印尔建筑上头的 它都是一些构建 虽然好看 你也不能把它去掉的 它有用 也就是说我们从古代建筑上 那这个好玩 我们把它拔下来 它可能一个部分就松散了 它是起固定作用的 有没有那种 纯粹为了好看 拔下来也没事 拔下来这个建筑还存在吗 还好好的 这样的东西 也有极少极少 这一点也是我们和西方建筑不同的地方 西方很多建筑 你把外套好看的东西 拔这个金光 它建筑还很结实在哪 因为它那些好看东西全贴上去了 和建筑没关系 但是我们建筑上头 那些好看的部分 同时它都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这个装饰 有个基本原则 规纳起来 应该这么说 尽量不用没用的东西 尽量让有用的东西变得好看 那么中国传统建筑 尤其是民间建筑到了清代 东南沿海地区 它的装饰还是很繁琐了 变得很繁琐 雕梁画东 非常的复杂 而且每个地方的装饰主题 装饰风格雕刻的方法不太一样 但是在官室建筑这边 它是受一定的制度限制的 所以它的风格比较一致 比较稳定 而且相对来讲 中庸不过度 很有节制 中国传统建筑中 官室建筑与民间建筑 有着明显的等级区分 这种区别 不仅体现在营建形质上 更体现在色彩装饰上 对于王府建筑而言 富丽堂皇的鸿门绿瓦 和鲜艳夺目的各类彩绘 就是最直接的身份彰显 那么公王府中 都有哪些别出新材的彩绘设计 府中最具个性特色的地方 又在哪里呢 请继续收看 华中科技大学李淳老师 为您清彩讲述 如国古建筑会说话 第一季 第十季 别出新材 我们公王府这样的王府建筑 宫廷的建筑 它的装饰最大的等级体上的这种 高规格体现在哪里呢 彩绘 我们传统的清代的彩绘呢 主要的分这么三种 一个呢叫和锡彩绘 和锡彩绘呢 非常隆重 非常饱满 非常辉煌 一般用在大殿 宫殿的正殿 祭祀性的 坛庙的这种 祭祀建筑 这种很 带一点神圣性 带一点 祭祀色彩的这种建筑上的 它本身风格也不太适合于居住 因为它太严肃了 太复利了 我们居住建筑还需要安宁一点 休闲一点 那么次一等的叫旋子彩绘 旋子彩绘用的最普及最广 我们公王府里头就有很多 旋子彩绘的特点呢 是这个中间主图案 叫包袱 两端呢 有两个圆形 旁边都像豆芽一样的 一圈这个小旋 旋花 这个叫旋子 公王府里头这个很多 我们可以去看得到的 然后呢 就苏式彩绘 苏式彩绘呢 非常优雅自然 什么题材都有 花卉 山水 人物 故事 它可以把一组梁架上 画出一幅梁花画来 非常优雅 清爽 多半就用在一些 比较休闲的地方 尤其是园里 这些呢 我们在公王府里头 都是看得到的 不同的地方 用这种制度化的装饰 就标准化的装饰 来体现它的 不同的氛围 这是我们中国传统艺术的 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我们传统艺术喜欢什么呢 喜欢把它城市化 怎么叫城市化呢 就是我们把特定的艺术形象固定下来 以后创作的时候就拿来用 城市化的方法有好处的 什么好处呢 它保证这个技术或者艺术的手法 在推广的时候不至于走样 不会犯大的错误 所以我们看 我们在很偏远的山区 很贫困 很不发达的地方 看到的古建筑呢 它做的也都还重归重矩 比例和谐 样式还挺优雅 它怎么保证呢 它就是这种城市化的好处 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 这么一来呢 我们传统建筑里头 那些非城市化的东西 其实才更值得我们珍惜 更值得我们去关注了 因为它少 那么我们谈到这个公王府的装饰的时候呢 其实它一个最具有个性特点的地方 是它的那个戏楼 公王府这个戏楼啊 有六百多平方米 在当年私家的戏楼里头呢 它是规模最大的一个 然后呢 它这个戏楼里头的装饰 很特别体现在哪里 从上到下 天底一色的浅底色 把它先打个底 这样一来呢 室内的光线就均匀柔和了 然后呢 在这个浅底上 再用冷色绘上藤蔓植物 于是乎我们看到的这个 整个这个戏楼的内部环境呢 好像是坐在一个葡萄架下面 或者是紫藤架下面 非常的轻松 柔和 光线 它的反光也很均匀 各方面都很漂亮 所以这个是它显出 公王府内装饰最具个性特点的一个地方 老子在《道德经》里边 有这么一句话 叫 着户有以为是 当其无有事之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墙壁上 召开了门窗 然后我们就 有了一个房屋 就是是了 有了一个房屋 但是 产生房屋作用的呢 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一块地方 不是那个门和窗啊 我不能骑到墙上去 也不能说爬到窗户上嘛 产生房屋作用的 不是墙 不是门 不是窗 是中间的这个空间 那么这个话翻译成现代的语言 就是什么呢 建筑的灵魂 是空间 所以中国传统建筑艺术 最精彩的部分 恰恰是在空间的经营上面 因为我们 是世俗文化 我们的建筑是围绕 人的生活来进行的 人的生活 人的行为 在什么地方进行 在空间里面嘛 当其无有事之用啊 所以我们中国人 看一个房子 空间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关于中国传统建筑 空间艺术 关于我们公王府 在它的空间格局上 有哪些精妙的思路 我们将在下一集 给大家做介绍 谢谢大家